乔治和黄帽子 文图H.A.雷 翻译 崔维燕 这是乔治 他生活在非洲 乔治是一只可爱的小猴子 总是对什么都很好奇 一天 乔治看见一个叔叔 头上戴着一顶黄色的大草帽 叔叔也发现了乔治 多可爱的小猴子啊 真想把他带回家去 叔叔想着 摘一下帽子轻轻地放在地上 乔治太好奇了 他从树上溜下来 仔细地看着那顶黄色的大帽子 乔治想 那个叔叔一直戴着这顶黄帽子 我要是戴上它 也会很漂亮吧 于是他把黄帽子捡起来 戴在自己的头上 帽子盖住了乔治 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叔叔敏捷地抱起乔治 装进袋子里 乔治被抓住了 黄帽子叔叔把乔治带上一只小船 一个水手把小船 向海中的一艘大船划去 乔治很伤心 不过他还是有点好奇 到了大船上 黄帽子叔叔把乔治从袋子里放出来 他让乔治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 然后对乔治说 我要带你去大城市里的动物园 你一定会喜欢那儿 现在你可以四处转转 不过可别惹麻烦啊 乔治答应一定乖乖的 可是一只小猴子说的话 一转眼 自己就又忘了 乔治来到甲板上 看见了一群海鸥 嗯 怎样才能飞呢 乔治很好奇 看着看着 他也想试着飞一飞 看上去挺容易的 可是 哎哟 怎么回事 先是这样 接下去 是这个样子 乔治哪儿去了 水手们到处找呀找呀 最后发现乔治正在水里扑腾 再晚一点 就淹着了 哎呀 快呀 乔治掉到海里了 水手们大声喊着 把救生圈扔了过去 乔治 抓住救生圈 紧紧的抱着 水手们把他救上船来 从那以后 乔治处处小心 努力做一只乖猴子 长长的海上航行结束了 乔治 乔治和好心的水手们告别 随黄帽子 叔叔走下船 上了岸 然后 朝城里的黄帽子 叔叔家走去 乔治美美的吃了一顿饭 又愁上一袋烟 这时他觉得累极了 乔治爬上床 一钻进被窝 就呼呼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黄帽子叔叔给动物园打了一个电话 乔治在旁边看着 对电话着了迷 过一会儿 黄帽子叔叔出去了 乔治很好奇 他也想打电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太好玩了 叮铃铃 叮铃铃铃 乔治把电话 打到消防队去了 消防队员冲向电话 大声喊道 喂 喂 可是没有人回答 他们赶紧在一张大地图上 寻找信号 查看从哪儿打来的电话 谁也没想到 电话是乔治打来的 他们都认为 一定是哪儿着火了 快快快 消防队员们 飞快地跳上救火车 叮咚叮咚 让路让路 快快快 消防队员们 冲进黄帽子叔叔家 他们打开房间门 没着火 原来是一只 淘气的小猴子在捣乱 抓住他 抓住他 消防队员们 大声地喊着 乔治想逃跑 眼看就要逃出去了 却被电话线缠住了 结果 一个瘦子 转住他的一只胳膊 一个胖子 抓住他的另一只手 你在耍弄消防队 他们俩说 非把你关起来不可 省得你再搞恶作剧 乔治被带走 关进了监狱 乔治想逃出去 他爬上窗户 试着去摇晃铁栅栏 这时看守来了 他登上木床 想把乔治抓下来 可是他又高又胖 压得木床 翘起来 正好扣在自己身上 乔治像一道闪电 逃出了敞开的牢门 乔治飞快地穿过楼道 爬上了屋顶 幸亏乔治是一只小猴子 他踩着电话线 悄悄地走过门卫的头顶 乔治逃走了 哈哈 自由了 在监狱墙外的大街上 站着一个卖气球的人 一个小姑娘正在给弟弟买气球 乔治看着看着又好奇了 他忍不住想要一只红气球 他伸出手想拿一个 可是 乔治拿到的不是一只气球 而是把一大捆气球都带过来了 这时一阵风吹来 把气球和乔治一起刮走了 乔治两手使劲地抓住捆气球的线 乔治向着天空越飞越高 地上的房子看上去像玩具屋 行人像布娃娃 乔治吓坏了 双手转得更紧了 风狂刮了一阵 渐渐地变小了 最后停了下来 乔治累极了 他慢慢地往下降 往下降 最后 咚的一下 落在了信号灯顶上 人们吓了一大跳 交通乱成了一片 乔治不知道该怎么办 正在这时 他听见有人在喊 乔治 他往下一看 看见了他的朋友 黄帽子叔叔 乔治高兴极了 黄帽子叔叔也高兴极了 乔治顺着信号灯杆溜了下来 黄帽子叔叔把乔治抱起来 然后 他把所有的气球都买了下来 乔治和黄帽子叔叔坐上汽车 哇 到动物园了 这么好的地方 乔治一定会生活得很快乐